上上禮拜的話 我們就是給各位一個其中專題的作業 本來是想要考試 不過我是怕一考可能很多同學應該就 現場要把工資打出來 其實蠻困難的 當然因為現在 在你可能遇到問題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說一定要 你馬上把問題的答案想出來 其實你可以找一些輔助 因為有些東西可能不見得你非常在行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藉由什麼 像Chargept 像Google的JM9 還有像微軟的Copilot 不過微軟Copilot 它現在好像就是你一定要用 它的瀏覽器 微軟的Edge瀏覽器 在最新的Windows 11 我們現在版本好像不是Windows 11 Windows 10的樣子 如果你Windows 11的話 它的右下角會出現一個Copilot的小圖示 你按一下Copilot就出來了 我發現Copilot 它現在已經把它 直接整合在Windows裡面 這個部分其實相當的不錯 而且Copilot好像跟其他的兩個 那個AI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它可以 除了可以幫你產生公式 產生文字之外 它其實可以幫你產生圖檔 它有一個智慧型的產生 比如說你想要產生什麼樣的圖檔 你可以在上面讓它知道 Copilot會幫你產生 這個我想是目前這幾個AI之間的差異 當然我是希望說你們 就是說利用那個AI生成 比如說產生公式 因為你的問題丟給它來說 它會去幫你思考 到底用哪些函數 組成的公式會是最恰當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大部分問題應該可以解決 不過少部分 我發現可能因為你的敘述 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它可能也沒有辦法100%幫你完成 甚至很多同學有反應說 就是像微軟的Copilot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丟給它的問題 它即便不知道 但是它好像也會丟一大堆東西給你 但是最後你會發現 它給你的答案其實是不正確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你就要在那個敘述裡面 跟它講說如果不知道 那就說不知道就好了 它其實AI它會知道說 如果假設不知道 不會隨便丟一些東西給你的 那再來其他部分 就是說如果發生錯誤 比如說公式你一直run 奇怪就是發生錯誤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再藉由AI 比如說再把公式貼回去 然後請它幫你找出錯誤 有的時候因為你一直發生錯誤 你也不知道哪裡錯 其實它會幫你找出錯誤 這個我想它丟給你東西有問題 你再丟回去給它 請它幫你檢查 修正一下 或許也可以達到相對是正確的答案 再來就是說公式 或者程式裡面 假設有一些問題的話 你看不懂嗎 沒關係 你可以請它解釋一下 請問一下 這個可以幫我詳細解釋一下 到底這個公式是什麼意思 它會幫你列表 尤其我發現那個GEMLINE 這個GEMLINE 它其實現在做出來的 好像感覺更詳細一點 而且它列表列得還蠻好的 我覺得 那它跟那個Trust VT最大的差異 就是有的時候那個GEMLINE 它不會有那個簡體中文的問題 或者是對岸用語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發現奇怪 為什麼有些東西都簡體字 Trust VT會有這種問題 但是那個Google的GEMLINE 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它呢 有的時候會給你的是繁體中文 但是它回答給你是英文 顯見GEMLINE可能還有地方 還沒做好我覺得 可能還是可以再進步 那其他的話呢 當然你甚至可以 把那個公式轉換成VBA 比如說你這個做法 這個公式產生了 但是你希望讓它可以用VBA去執行的話 那你其實還可以再跟它講說 請你幫我把這個公式 轉換成VBA的程式 它其實也可以幫你 把這個程式給產生出來 OK 當然啦 你如果用AI用的越多 大概分數越高 這個是我評分的一個標準 所以如果假如說呢 我發現蠻多同學很認真 就特別把每一個 這個 我舉的三個AI的一個平台 都去try 而且甚至把圖給節錄下來 然後去分析 這三者之間 到底哪一個有它的優點 哪一個有它的缺點 哪一個有它的缺點 那最後呢 甚至還有排名 比如說有的人會認為說 最好的可能是ChartGPD 第二名可能是Germine 第三名可能是Copilot 那各是哪個地方 有缺點它要把它列舉出來 我覺得還蠻好的 甚至有同學做這個報告之後發現 其實AI真的很好 因為它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把一些本來你完全不熟悉的領域 專業領域的東西 可以很快的讓你可以上手 這一點我覺得 倒是蠻可以多了解 因為有些東西說真的 很多專業領域 你沒有學習過 坦白講真的要入門 還蠻有困難點的 哪怕你看了很多書籍 你可能去上了半天的課 可是你要說真的 你要真的會自己寫一個公式 會寫一個程式出來 真的還蠻難的 即便你已經上了好幾個學期的課程 說真的你要自己寫出程式來 倒還蠻有問題的 可是如果你藉由AI 有些問題 可能就會相對的 可以把一些可能以前很難的東西 慢慢的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不是只有在程式這個領域 其他領域其實也是有同樣的效果 OK 甚至以後如果你們要輔助什麼 比如說寫文章也是一樣 我發現它其實寫文章也蠻厲害 而且它條列出來的東西也蠻好的 但問題就是說呢 它給你的東西 我是建議你還是要自己修改一下 你不要把它給你的東西 就直接複製貼上 那馬上看不看就破綻 因為我發現有同學 就直接把那個AI產生的這個資料 直接貼上 馬上看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AI的敘述方式 跟你們自己敘述的方式 其實就會有差異 人講的跟機器講的還是有差別 為什麼機器講的就很自私化 一看就知道這個是AI寫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是AI寫出來的話 那我通常會給你很低的分數 因為你根本沒改 那當然我是比較喜歡 最好是你可以自己用一次的語言 把它寫出來就最好 那這個是最高分的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這個是你的個 不會跟別人一樣 但是如果你假設是用複製貼上的話 那我會給你滿低的分數 OK 這個是看得出來的 所以理論上呢 這個分數我已經把它交出去 其中評量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你其中報告的成績 但是學校要求的不是分數 而是ABCD 所以如果你假設A的話 意思就是你是80分以上 到100分 然後B的話呢就是70到80之間 C的話就60 等於60幾分 60到69 那D的話就不及格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我已經把成績送出去 所以如果假設你們有成績上的問題 可能自己再提出來 基本上我們這個學期 所做的這個相關的練習 其實都相當清楚 至於要教什麼作業 還有你們期末的成績 其實跟你作業成績很有關係 OK 所以我講過了四個成績 初缺勤 所以你記得 今天來一定要自己簽到 如果忘了簽到的話 可能下課的時候 再來請你們助教學長 幫忙幫你補燈一下 OK 然後其他就是作業 作業不要不交 然後其中成績跟其末成績 就是你的成績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接著來看其他的範例 那所以呢 上一次上課 我們是舉那個 這個機車切到 可以得那個點位的統計 所以知道說 到底台北市 哪些地方呢 是最容易這個失竊的 比如說當然第一個啦 數量有沒有 歷年來的增加 是越來越好 越不好 再來的話就是說 哪一個區 等於是台北市的12個行政區 哪一個區是切大案件最多 另外的話 統計的路接到 哪一條路或接或到 那個失竊的數量是最多的 那影片其實都有啦 所以每一次上課 我會把影片錄下來 剩下來的就是你可能要自己再回去把它稍微消化吸收一下 這點我倒是覺得同學好像還蠻能接受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上課可能沒有辦法很百分之一百的專注啦 可能有些地方漏掉了 那回去的話好像哪一名新的報有寫說 他其實回去喔 因為藉由還好有影片 不然我發現很多同學應該都會不知道幹嘛 因為我上課也可能講了 但是你可能有時候漏聽了 然後不會做 那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再回去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發現好像有同學就是一直把那個 我可能講了 但是你沒有注意到的 再把它這個重複把它跟著做 發現效果其實還蠻好的 所以我覺得喔 未來你們在學習新的知識的時候 那可能幾個重點 第一個你可以藉由AI輔助 第二個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找很多影片 你會發現 你要學什麼並不困難 剩下就是你要願意花一點時間 花一點巧思 其實找到答案就蠻快的 OK 那剩下來可能還是需要你有一個方向 我覺得再來你可能要知道說 你到底未來想要朝哪個領域發展 這點還蠻重要的 有個目標 OK 有個目標的話 我覺得你學習起來會比較紮實 OK 也比較會有方向感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 再來看那個其他的範例好了 那待會請對 幫我在開啟那個練習檔 練習檔的話 其實雲端上應該都還記得吧 雲端白板位置還記得吧 這個第一個 這個網址 然後輸入上去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就是上面有個範例檔 那你把它下載下來 範例檔在這邊 下載之後解壓縮 我這邊已經有 那請各位呢 再幫我打開那個第四個單元 範例檔裡面有 總共有六個單元 OK 那請你幫我打開那個第四個單元 這次上學期其實有講過了 那上學講的那個什麼 熱透彩中獎機率 那這學期的話 繼續再來看黑名單篩選 所以待會請把這個黑名單篩選打開 那我希望呢 你這一題打開之後的話 大概會有幾個問題需要去解決的 因為這個有點像是工作上 假設你今天老闆突然丟一個問題給你 首先的話你可以看到底下有三個工作表 第一個工作表呢就是他要你查的一個名單 那這個名單的話你可以Ctrl向下 總共有一千個Email信箱 Ctrl向上 也就是說他要你怎麼樣 去找一下喔 這一千個Email信箱 是不是其中的話呢 有沒有在黑名單裡面被出現的 也就是說呢 請你幫我在黑名單你可以切到第二個 黑名單有幾個Ctrl向下 有這麼多個 兩萬兩千兩百二十三個 那也就是說呢 如果當然你假設不會用對的方法 那很麻煩的 變成說你要怎麼找 這個你要到這邊找的話 那當然以前我問過我同學說 那你會怎麼找 他說先把它Ctrl C 把它複製啦 這個Email信箱複製之後呢 然後再到黑名單裡面呢 再按下什麼呢 Ctrl F 或者用什麼 常用裡面有尋找 這邊有個尋找的 然後把Email貼上去 按下尋找 或者全部尋找 尋找下一個 那如果4的話呢 他就在這邊出現 當然他也可以向下 找找看有幾個 你這樣就只有一個 他如果4的話呢 他就在這邊輸入1 表示說有找到一個 那再找下一個 再找下一個 再找下一個 如果總共一千個 你要找一千次的意思 問題像是太方位時間了吧 不然怎麼辦呢 有沒有比較快一點的方法 所以今天的話 我是希望 能不能用比較快的方法 把問題的答案快速找出來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用什麼方法找到呢 想一想有沒有什麼函數 就是可以幫你比對的喔 所以以後你只要遇到 應該算兩個範圍的資料要比對 或者甚至新的資料跟舊的資料要比對的時候 那其實你就要想到某一個函數 他就可以幫你完成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呢 如果你找到黑名單 在一千個裡面是黑名單的 請你把那些黑名單集中在這邊 OK 也就是說啦 這個是黑名單嘛 所以你把這個黑名單的結果 把它貼到這邊來 那當然啦 這個如果突發鏈剛來做 那做一整天都做不完 可是呢 如果你會用對的方法 說真的啦 將來我們是希望一個按鍵按下去 這件事情就完成了 一秒鐘都不到 OK 那怎麼做 就是今天的重點 所以請各位先幫我把 黑名單篩選的這個範例打開 它在範例檔案裡面的第四個單元 好 黑名單 來畫面先畫面舉錄一下 好 來 畫面先畫面舉錄一下 來 畫面先畫面舉錄一下